被捕的八男一女全部用黑布蒙頭由警員帶走 她們年齡介乎19至49歲 全部是本地人將會被通宵扣留調查 警方說調查後發現有涉案人士 躲在新蒲江一座工業大廈內凌晨採取拘捕行動 我們再深入調查時 發覺這宗案件的主要在逃犯 在新蒲江大友街2至4號旺景工業大廈 今早在凌晨時分 連同西九龍重案組 在凌晨時分在這地方進行遺招行動 警方又封鎖大廈天台調查 並帶走一批靜物 案發在今個月11日晚 一名警員在長沙灣青山開槍 制止斬人案件時擊斃一名男子 警方相信案件涉及黑幫尋仇 早前已拘捕六男一女 年齡由22至56歲 她們現正保釋後查 連同凌晨拘捕的九人 至今拘捕了16名涉案人士 調查和拘捕行動仍然繼續 早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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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早先 早